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那我们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再来清空一下这个表 然后现在呢我们再去 这回没有报错了吧 是不是啊 没有报错了吧 你们这边能看见有报错吗 你们这边是这种pvt模式是吧 好 报错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数据库里边 好像报错了是吧 又报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看见有个报错 我们搜一下一个error 看看能不能搜到在这 column location cannot 不能为空 是不是啊 不能为空 这个情况不能为空 那这个好办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设这个默认值就行了 我们再搜一下还有别的地方error吧 也是location error processing这个地方还是什么 还是location都是location的问题 好像就没有不是reply也不能为空 column reply不能为空 那就是说reply这个字段怎么会为空呢 我们加了判断了呀 还有哪个地方不能为空的 reply也是replyreplyreply都是这个error 然后这个是 error processing这个东西 好 好 那这个两个地方不能为空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那个叫什么 location不能为空是吧 那就是这个东西 他有可能是个空的取不到值是不是啊 那这个地方不能为空 那简单 我们给他默认值呗是吧 这样就行了吧是吧 同样的下面这个career 我们也是给他加一个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行了吧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去给他看一下reply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按说不能为空啊 我们已经给他加了判断了 是不是 如果他也就说他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空的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这个东西他取出来是空的是不是 我们去看一下实际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找一下这个error processing这个reply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这个错 key source resource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请求这个地方他他那个resource没有 你看果然没有吧 是不是没有 我知道他是为什么了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他video是他这是他是哪个呀 他是哪个 那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有id吗 我们不知道那个pid pid不知道是多少 我们去那个这个里面找一下 看有没有那个pid 网上找这个地方vim他是哪个 啊refer有referrefer信息里能看到是哪个 我们看一下是这个页面为什么没有pid 他是加载的第三方视频是吧 是优酷是不是 所以他没有resource 没有resource这种情况下 他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里面 他有一个什么色的第三方的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加一个判断是什么 就是关于这个video这块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东西 他有没有这个resource是不是 对吧 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resource在这个里面 压根连这个resource都没有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判断一下 if resource 怎么样 in这个resource -date里面 我们直接把这个date保存成一个变量吧 这样的话方便一点 等于他是吧 因这个date 然后呢 我们就怎么样 等于 就把这句话等于他 是不是 是不是 哎 然后如果呢 要死我们这个post干什么video等于什么 呃 videos是吧 呃 是不是 哦 还有date下面还有一层 date 然后iframurl 等于这个色的下面的date下面的iframurl 好了 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是不是 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他还有什么错 还有什么error errorlocation这个已经解决了 errorprocessing 然后reply 我们看一下这个reply为什么不行 我们看一下这是哪个reply 呃pid是谁 是这个吧 是吧 是这个28115 然后看他是在处理哪个页面的时候 呃 报的这个问题啊 是在处理这个页面的时候 这个看不出来是哪个页面了 呃http不要他应该有个url的 但是因为他混 那个日志是混在一起的一步的 所以看不出来是哪个了 那我们只能根据这个pid去找一下了 根据这个pid 然后去找一下看哪个reply里面是弄的这个东西 他有个什么contain的叫男主 男主什么是吧 我们先找pid 先找pid 然后找到pid以后呢 pid是这个是吧 我们回车一下 然后呢我们来监控一下 他的这个请求 他的这个请求里面他找一下那个这个commit的那个东西 在这里面是吧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他 在他这个里边我们去打开他 打开他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ajax给他改成0 变成这种形式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 哪一个地方reply有但是是那果然是吧 这里面他有东西但是怎么样啊 是空的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也要给他设置一个默认值是不是 他有这个东西 但是呢这个值是空的 而我们数据库里面规定他怎么样 不能为空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写一个这个东西怎么 0是不是 写了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吧 现在我们再去运行一下是不是 好到目前位置好像都没有看到有包错是吧 我这边反正是是没有发现 啊你们那边有发现吗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边 我们看一去看一下数据库里边看一下 那个是不是 数据都进来了哈 我们去连一下刚才那个数据库叫xpc gp0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post 啊都有吧是吧 数据都有吧 我看怎么都是0啊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都是0啊 为什么都是0呢不对吧肯定是不对的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其中一个看看一下是不是0 比如这个什么中秋节混减 这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去他里面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0 哎不是0吗是吧 那也就说这个地方我们没取到 或者说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取取错了 是不是 没随到的可能性比较小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嗯 我们 if s 意思 strn 的这个地方 我们怀疑他最后这个地方可能没走这里呗 是不是 对吧 我们在这块我们 我们去 我们去设计一下好像发现一个逻辑漏洞吧 是不是 什么逻辑漏洞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 那个这个数字 我们先给他停了啊 这个地方如果他里面包含逗号的话 这句话还能成立吗 不能了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们写一个这个字不算 比如说1234 按照他里面网站那种风风格的话 这个地方会加一个逗号是吧 我再判断一下ease digit看是不是成立 是不是就force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怎么样 我们不能把把这个判断加在这吧 是不是 加在这的话他 肯定为零 是不是 肯定为零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多次一举了 加这个东西干脆给他去掉 然后直接replace那个东西 嗯 去判断一下就行了好吧 嗯 然后这块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时候不必要进行过多的判断 就是你这样写了以后 你会发现他没有报错 如果他报错 反而我们能发现他是不是 他没报错 然后又又没出错 然后就默默的插进去了 幸亏我们看一眼数据库里 我们如果没看都没发现这个问题 是吧 好 现在我们重新去 写一遍 写一遍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怎么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他的大部分数据都没有问题 是吧 大部分数据都都是好的吧 就只有这两个是不行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表看一下也都没问题吧 有吧 多少条了已经爬了1700多条了是吧 那这个呢 也没问题吧 是不是 哎 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什么啊 哇他好像没有值是吧 好 他我们刚刚上面没写啊 我们写往下翻 在这个地方找到班的下面 果然是没有写啊 哇他是不是 我们给他写一个compose 啊 哇他 等于什么response.express 点get 然后我们去写一下那个插帽子 等他社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写一下他 然后呢 找一下这个头像的这个插帽子是吧 是在这个地方 他有个img img没有属性 但是他的上层span有个属性 是不是 按照这个来找 找这个span span 然后 at class等于他 然后去取他的img取他的 其他的at src 好 这样就取出来了 好 然后把这个加到这块 好了吧 这回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还有没有别的提法的其他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这个拉一个抗子也都零 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吧 就是那个恐怕的ci函数出问题了 是吧 然后呢 再往下 也没问题吧 评论里面好像都是全的 是不是 拉一个抗子怎么都是零 不是零 有有这个一的 那说明没问题 是吧 reply也都是有的 说明这些都没问题了 就刚才那两三个字段有问题 是吧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假设我们每次重新爬一下 都清空一下数据表 重新开始爬的话 这效率是不是特别低下 假设我们只是因为一两个字段漏掉了 或者说没处理好 是吧 导致我们这个字段不全 然后没有从清掉重新爬 是不是特别可惜 是吧 就为了那一两个字段 那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我们最好是有一个什么办法 我们那个数据库那个地方 如果他已经有这个季度 我们应该是更新是吧 就更新这个东西 而不是说你每次都删掉 重新来一遍 那这个效率太低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去改一下这个搜科语 那个搜科语句这块 peline在这一块是吧 我们去改一下 他之前是音色的into什么什么 然后直接吧 我们写一个什么语句叫 on什么dump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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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update吧 是不是写个这样语句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语句大家都知道吧 知不知道 这个语句什么意思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比如说 我在这一块我写一个搜科语句是吧 我写一个搜科语句 我们ds 我们以那个 以那个copy rise 这个表比例吧 这个字段比较少 是吧 比如说现在 我 slack 信号 from 这个copy rise 我就取一条出来 比如说这样 现在有一条字段 又是这个 那我现在我往里 insert into 这个copy rise 是吧 我往里插入这个东西 然后呢 比如说他的这个 这个pcid 是吧 还有这个pid 和这个cid是吧 还有这个ros 一共四个字段 那我们往里写四个东西 假设现在我这个id跟他是重复的 是吧 然后后面这个东西也是会一样 100100129 是吧 10154769 然后呢 这个ros我变掉了 变成了比如他现在不是出品王的 他变成了 他更新了这个页面 他变成了导演 是吧 就是我们在网里插 那肯定是不行的吧 插不进去吧 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我可以加一个 叫on dump 你可以 key update 什么呢 写写怎么写 这个地方写这样 pcid等于 写过来 写到这里来等于他 然后逗号 然后什么呢 这个pid等于他 多好 然后这个cid等于 再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最后是我们的ros等于 把这个导演复制过来 是不是就成功了 然后现在我们再去select一下 刚才那个语句 是不是变成导演了 他执行的是后面的就是说当这个存在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执行的是后面这个ondump 这个语句 执行了update的操作 明白了吧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现在也改成这样写就行了 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小小的困难 就是说后面这个地方因为要写的是那个键值对 是不是 他写的是键值对吧 也就第三个 我们还要去要一个第三个这个地方 是不是 是一个键值对 键值对的话 我们但是他同样也是以逗号隔开的 是不是 他是不是也是以逗号隔开的 就是一个键加一个 它的这个值 那就说什么是吧 等于百分之 这个这个括号中国这个地方是什么 中国这个花括号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他的key的名字 是不是 format什么呢 format的这个key 那这个key是哪来的 4key in keys吧 是不是 一个列表达式把它扩起来 是不是就醒了 对吧 看明白了吗 没看明白 一会回去再好好看 那个然后注意这个地方还在下一个地方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百分之后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我们看这个键口语句 所有的值是不是写了两遍呢 在这里面是吧 是吧 我们有两个百分之后 所以说怎么样 这个地方 我们也乘以二 是不是 对吧 现在我们再去执行一下 我不在我不清楚数据库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去执行 然后看一下那刚才那些 你拉一个抗子什么的 有没有更新过来 包括用户的 Avatar图像 是吧 是我们刚刚改的内容 然后现在再去执行 哎呦 报错了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you have every in the circle text 说什么 这个因子 right to near pid 少写一个顿号 少了一个这个号 少了一个这个符号 把它写到这边来了 是吧 应该把这边删掉 写到这个地方来 好 现在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现在没问题了吧 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去数据库里看一下 这个 头像看有没有 Avatar 哎 是不是已经有了 我不是这个是component 我看一下那个couple 又在这样没有 是不是有一个用户已经有了吧 随着它越来越爬越多 怎么样 我这里面这个 你看是不是越来有又多了几个 我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是不是有了 然后我再刷 越来越多吧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他这个信息马上渐渐的就怎么样 是不是就补全了 越来越多了一个 后面看看没报错吧 没有吧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post子那个地方刚才那个播放次数什么都是零吗是吧 我看一下现在是不是零啊 哎 还是零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是零呢 Avatar已经出来了那个这个composers这个地方 头像 头像也都出来了 那说明我们这个所有语句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现在好多都有头像了是吧 很多都有头像了 那但是这个 这个地方都是零 可能的硬层 那就是说这个那个函数还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 我们来停一下啊 请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报错的地方 kiss error有三个是吧 然后那个这个 其他item有没有被忽略掉的有没有item有没有被drop掉的 没有吧 itemscraft是这么多个 然后没有drop掉的爬了一万多个是吧 key error我们去搜一下 key error 哎 这个地方怎么这个东西也没有啊 他是哪个呀 他是爬这个的时候出错的吧 我们看一下什么 哦 他有的就叫这个了是不是哎呀我的妈呀 他有的是叫这个了是不是叫swf 那我们 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去要去要用这个什么 防御性的写法是去写的这个东西 我们先稍微来看一眼啊 他看一下key error还有哪些地方有 是不是同一个问题都同一个问题吧是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他是 他是什么 你是不是跟他一样的问题 也是叫swf是吧 我们再搜care一共三个吧 这也有一个 这有一个然后点开来看一下 也是一样都是叫swf是不是本来的话应该是叫什么 叫 叫那个ifrm吗是不是 这个不是这是评论的那个接口啊 应该是叫ifrm是吧 但是这里面叫什么 swf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去改修改他一下 在这个地方 那个在那个v6这个地方是吧 ios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去写一下什么 if这个 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data再改一下 我们说叫 在这块我们去 ios什么呢 我们写一个d 临时弄个临时变量 在这地方写一下post等于什么 等于difrm是吧 但是这个地方不能要d了吧 否则会报那个care是不是 怎么样 od.get什么swf是不是 我们在后面再给他一个什么 默认值吧 默认值他是不是 那我们是不是干脆可以写在这个后面了 是不是这样可以写 写成这样就行了吧 是不是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再给他一个默认值 给他一个空的 这样的话他 没有闹了 是不是 对吧 签套这样写 这样的话他就 应该不会出问题了吧 是不是 对吧 这样再出问题的话 那那那我也不管他了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大问题 就是这个convert in的这个函数的话 是不是还有问题 他难道爬回来的这个 这个s这个类型难道不是字符串吗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没有extract 哎 我们进行了get是吧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挑其中一个 然后把它print出来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吧 我们在这个convert in的函数里边 加一个东西print 这个s 和这个他的type 是不是 这两个我们都给他打出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加前面加一个 特殊符号 这样能够比较明显的来发现他 我们来快速调试一下 我们看到有警号赶紧就停是吧 停停停 然后我搜一下这个经线井 这 嗯 你看 是st啊 是吧 没问题 然后这里面 也得也都有数字 为什么这个地方就是没存起来呢 对吧 为什么没存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like count确实也是0 是不是 对吧 我看一下哪呢 哦 有的replace a.replace 这个东西没问题啊 我们可以写一个函数在这 我们测一下吧 是吧 不就知道了吗 这个函数那么简单 写在这 我们说convert int 比如说我们存一个1.23 3.4 哎 他replace是0 我知道了 这个replace后面我们少一个东西 是不是啊 搞了半天就是这么低级的错误 是不是 有时候很多bug 他就是这么低级 是不是 没办法 好吧 好吧 现在我们再来跑一遍 问题找到了就跑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print给它去掉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再来跑一遍 好 这回应该是 这回应该是没有什么错了 然后呢 我们去这个数据库里面 现在去刷新一下这个 pose的那些什么播放次数那些东西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变 然后我们按这个排序 排下去 还是没有啊 不会吧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嗯 嗯 我来看一下啊 嗯 这个返回车是这个是不是 然后再去用硬腿对他进行强转啊 说的太对了 我们这个地方判断这个条件 它是永远都不会成立的 是不是啊 写了半年 应该是什么 意思因此呢 是吧 是吧 这个地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再重新执行一下这个函数 英特1 2 3 4 哎 这回就对了 是不是啊 绝对对了 这回再不对 我就把它吃了 我就把它吃了 现场表演吃数据库 哈哈哈哈 我们来看一刷新一下啊 有了吧 是不是啊 数据都有了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就都怎么样 齐了吧 齐火了 是不是啊 基本上齐火了吧 还有什么v6 format 那个东西 我们无所谓 要不要都行啊 那个就是存那什么1080p 还是什么流畅啊 什么这那东西的 因为我们只抓了一种视频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 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是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数据就 就齐全了 然后各种东西 我们看一下那个composer里面 是吧 也有了 Avatar也有了 这个用户头像 基本上也都有了 来一个抗子 这些东西 都这些值都出来了 是吧 都有了 这个谁啊 这么这么多站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爬虫就写完了 是不是 这个地方还有 但是仍然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用代理 是不是 关于代理这块我们下周过来 我们再说 现在我们先用先来爬 大家也可以用我们之前写的代理 先用着 好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到这 好 谢谢大家